刚刚我们把品质特性跟理想技能讨论过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三种的音质 我们再把它画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这是品质特性 然后我们的控制音质 控制音质 然后呢 Noise 然后呢信号音质 这几个音质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信号音质 Signal factor Signal factor是M 刹车油压 这是它的单位 那我们在这个实验里面 我们决定取0.008 这个单位在这里 0.016 0.032 0.064 这四个水准 OK基本上这个 你取这点 必须要能够横跨这个所有 实用上的这整个窗口 也就是说大概最大的 最大的刹车油压可能会高达到 几乎在这样子的一个范围 然后至于从0一直到这个范围里面 至于你怎么取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 很多的guide 9 在这边我们刚好是把它取成这个0.008 然后呢把两倍变成0.016 再两倍 再两倍 这只是一种可能的一个取法而已 并不一定说你一定是这样子的 这是信号音质 还有它的水准 我们来看看控制音质 还有它的水准 控制音质 因为我们 我们打算来使用L18表 在到目前为止 我们一直都是使用 我们避开去讨论直交表的一些细节 所以在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直交表 一律都是使用L18表 因为它使用起来 不困难 那么基本上就是说 你除了第一个column 必须要是两个水准的以外 其他都是三水准 至于怎么调配呢 那没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避开的 去讨论这些直交表的一些细节 我们故意把它抽八个控制音质 第一个控制音质 是两个水准的 其他都是三个水准的 我们来看看这些控制音质 其实都是跟煞车 Either是跟煞车的这个 Either是跟Rotary有关系 这里Rotary的材料 还有Rotary的材料 不然其他大概就是跟煞车皮 有关系 煞车垫片有关系 我们来看看这个Rotary的材料 目前是有颜色的部分 是目前使用的 目前使用的是Cast Iron 当然要试试看Gray Iron 要试试看Steel 然后这个Rotary Structure 目前是Type 2 试试看Type 1 试试看Type 3 其他都是跟煞车垫片有关系 Ped有关系 Ped的材料目前是Type 1 他们试试Type 2 Ped的Shape目前是Shape 2 试试其他的Shape 1 Shape 3 Ped的Curve Profile 目前是Type 2 是Type 1 Type 3 Ped的添加物 目前是Million Size Ped的Shape 3 试试上比较 这里应该是含量 Million的含量 试试看比较少的含量 比较多的含量 然后呢 Ped的Taper Taper 试试的这样叫Taper 目前是一个Million的Taper 4是比较小的Taper 4是比较大的Taper Taper的Thickness 目前是Million 4是比较小的 4是比较大的 基本上这都是 不是跟Rotary有关系的 Rotary的材料 还有结构 不然就是Ped 煞车垫片 它的材料 或者它的Design 有关系的